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你是要讲 我记得有一个 释迦摩尼弗要过世的时候 他快要过世的时候 文诸师弟菩萨他下降 跟释迦牟尼佛讲 请佛注释 请转法轮 请你继续再转法轮 释迦牟尼佛反问文诸师弟菩萨 我有转法轮吗 我有转法轮吗 这时候文诸师弟菩萨一听 他马上就知道佛在讲什么 不说一句话 他就走了 文诸师弟菩萨就走了 佛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有说法吗 我有转法轮吗 我有说法吗 佛并没有说法 因为众生都是佛性 但是为什么有众生呢 因为他还没有明白自己的佛性 没有明心见性 所以他就是众生 如果明心见性的 你明白了自己的佛性 你已经是佛性了 佛还要说什么法 不用说法 手说的法 手说的法也不是法 因为法是指佛性 佛性是不可受的 这一段整个意义在这里 他的意义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 4